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罗凤平姐妹在台北的圣家堂推动圣体朝拜 可以说是非常热忱的一位教友 今天谁来晚餐就让我们欢迎 陈建仁弟兄 罗凤平姐妹 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今天呢我们非常欢迎在主内我们非常羡慕的一对贤抗力 那就是中原院副院长的陈建仁弟兄和他的夫人罗凤平姐妹 两位好 好 大家好 我知道凤平姐不但是非常热心的教友 而且是圣母君 是的 建仁兄我知道他们家呢不是有天主教的背景 但是加入天主教会之后不但全新依靠 而且热心教会的公益 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呢 我先想请问凤平姐 就是我请教一下 我知道您参加过2012的国际圣体大会在爱尔兰 是 是 什么动机下会push你去参加这个圣体大会 我在想其实追溯本源最重要是因为 我在我妹妹在音乐的时候给了我一本 是圣母无垫圣心三三天敬礼 那我念了那三三天敬礼 三三天以后就是在3月25号结束以后 我去参加了平日弥撒 在平日弥撒的时候忽然就有个动念说 我为什么不参加2012年的国际圣体大会 但是事实上那个时候报名已经尽尾声了 那我是3月在4月初才报名 那6月就要出发 所以参加了那个国际圣体大会里面 然后听到了好几位神父有特别在讲说 其实我们在教堂里面民共圣体 那是一个最好的福传 那事实上在我在参加平日弥撒的时候 常常有一个意象 就是希望我们台湾的天主教 能够有更多的人来进入天主的阳寨 我常常为这个意象祈祷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样做 我只负责祈祷 可是我真的很感谢圣母妈妈 就是圣母妈妈做了三三天敬礼 她带着我 然后参加了国际圣体大会 让我在国际圣体大会里面 由神父的口中知道了 原来我们要使台湾有更多的人进入天主的阳寨 就是从民公圣体开始 为什么 因为民公圣体的祈祷 那是等于是做一个后援部队 那后援部队里面 最重要主耶稣 祂也会亲自的邀请很多的人 来参加我们的天主 就要成为我们的那一个叫做目道者 然后进入天主的阳寨 大概是这个样状况 所以参加过国际圣体大会 你自己有什么样最大的改变 我其实最大的改变是 因为从神父的这个地方 让我知道了说 我每一天的祈祷 都是希望能够台湾 也不叫大概半年 大概几个月之来以来 我一直在祈祷的是说 台湾有更多的人 能够加入天主的阳寨 这个意向 我发现说 原来圣母妈妈在开始 在引导我 我们圣家男士友 每个礼拜会有 每个月有一次的民公圣体 我可以因为神父的教导 我知道可以用 每个星期有一次的民公圣体 但是我知道 神父现在真的是一个人 单几个人用 他们非常的盲目 我们教友可以自己出来 那怎么样 就是说 在弥撒结束以后 请神父把我们的圣体 供应出来到圣体光里面 然后在最后四个小时 经过四个小时的民共圣体以后 我们送圣体员 可以把圣体请回去 但是我们就是不可以举阳圣体就是了 那经过这一份 这份后来我们就写了报告 在我们的传协会里面 我们的神父 还有传协会整个通过 我记得我们是在六月 去参加国际圣体大会 回来以后八月提出报告 九月我们就开始 每个星期有一次的民共圣体 这个样子 你看效果好大 而且立即显现 对 其实我说老实话 我在一路的走来 我真的看到主耶稣的带领 常常觉得那个事情有点不太可能 因为事实上我们在新一世 新一世的 除了首星期五 由各个上会来负责一个小时 或两个小时以外 首星期 那个其余的新一世 是由我们圣母军来当纲的 我们圣母军在轮流去做 其实刚开始在 好几团的圣母军在商量的时候 一半反对一半赞成 但是居然 天主就是这样子的 在这种困难中 让他能 能够沉溺起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我才知道说这件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天主 天主这一路的就在保守我们 在帮助着我们 靖仁兄看到 奉平姐如此的努力 会不会感动你 那当然 我觉得从 这个圣体大会回来以后 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充满了热火 然后做事情就很积极 我每次都说 哇你忙成这个样子 比我在中央研究院还忙 比我在中央研究院还忙 还忙 但是他甘之如疑 而且很重要的呢 他在安排这一些民工圣体的工作的时候呢 都常常会祈祷 然后呢 请求天主帮忙 当然事情不是那么顺利 每一个善会都能够参加 或者每一个个人都能够参加 但是他能够平心静气的 一个一个联络 然后很重要的呢 他也还蛮积极的 去说服本堂神父 去说服这一个传学会的主席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看到说一个人如果 有受到这样的感动的情况 我常常用二马屋的那两个门徒来形容 当他们 耶稣跟他们在路上讲道理的时候 他们的心就火热起来了 然后呢 当他们看到了主耶稣 在晚餐的时候显现的时候 哇不得了 更火热的就急着跑回去耶路撒冷 告诉所有的门徒们 他们看到主耶稣 其实他到圣体大会的感动 我觉得有受到一个很大的使命感以后 他回来以后就有点像二马屋的两个门徒 急着满满的跑回去耶路撒冷 一样啦 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 那刚才我们在谈天的时候呢 提到您的信仰 我也觉得你蛮像二马屋的 两个门徒当中的一个 是不是谈一下 有没有一次 你和圣体之间是你最感动的 我在留学的期间 是在约翰霍普经师 那约翰霍普经师呢 他是一个天主教的大学 那在约翰霍普经师的 医院的大厅进去 就是有一座很大的大理石的 这一个耶稣圣像 那我们每一个礼拜天 都会在一个大教室里面 神父来帮我们做这一个弥撒 那在Hopkins的那个弥撒很特别 他会在弥撒的时候呢 会请在举阳圣体以后呢 每一个人都要到祭台前 每一个人手牵手 然后去领圣体 那有一段时间 我功课压力也很大 然后呢一直觉得说 很急躁 因为当时我也很想 早一点念完书 回到台湾来服务 所以在那一段时间 心情很急躁的时候 有一次我去领圣体 那那一次的圣经讲的也很有趣 就是说你们劳苦负重担的人 来到我这里来 会得到这一个很平安跟喜乐 结果看了那一段圣经 然后领圣体的时候 真的全心投入的时候 那领了圣体以后 我感觉到圣神带给我的喜乐跟平安 就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感觉到说 什么叫做主住在我心内 我以前领了圣体 我没有那么神圣的感觉 说我就是天主的宫殿 圣神就在我内 但是那一次 真的在那样的氛围下 很令我有感动 那也是在我这一辈子当中 一直觉得领圣体 是应该要蛮努力的 来做到了一件事情 那到2008年 我从不担任政府工作以后 回到中央研究比较空 那我也就开始 平日弥撒都会去参加 那在平日弥撒领圣体的时候 我都是深深的感激 天主真的借着弥撒 给我日用的食粮 那个精神的食粮 对我的日常工作当中 是很有帮助 对我的研究工作也很有启欢 所以我每次有很多好的 科学研究的灵感 我真的要感谢天主 平日弥撒当中 让我能够静静心心的去把 这一个一天整理一下 做错的事情要反省 但是更重要的 我把一天交给天主 所以每日参加弥撒 公领圣体 对我来说就变成 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 也很重要的营养摄取 这真是天主美好的事工 有这么好的羊回到了羊站 封平且你对圣体是非常的用力 不但你自己是天天领圣体 而且你还推动民共圣体 朝拜圣体 为什么会有这个动力 除了2012年参加国际圣体大会之外 是不是有什么感动让你弃而不舍 我的感动其实就来自于 因为我在那个在那个参加 参加国际圣体大会之前 然后有圣母山三天经理 在那个之前 其实我最重要的感动是来自于 我们台湾很多很多的老神父 已经过世了 他们的圣德常常会让我感动 牺牲了自己的一生 然后为了为了别人来奉献 可是我觉得台湾的圣招好少 国外的神父又越来越稀少 所以我就很担心说 台湾都没有什么圣招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为这个事情 多做点这个事情 何况每一次在弥撒结束以后 神父都会说你们去传报福音 所以我觉得当我们教 实在有一个责任 所以我后来就开始 把它放在我们的平日弥撒里面 尤其在举阳圣体的时候 我都会为这个弥撒祈祷 所以在这样子的祈祷之下 我最终感动是为了这些神父们 在台湾为我们服务的神父们 受到他们的感动 所以我才会有这样子的祈祷 那祈祷以后我就觉得是母妈妈在带 然后参加了国际圣体大会 其实我回来以后 虽然我愿意推动 可是我也要很谢谢 我提出这个方案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我们的本餐神父 是饶神父 他也说乐观其成 那个时候我们的传修会会长 是蔡明君姐 他也说没有问题 东西拿出来 然后到了传修会开会 然后最重要还有一个是 詹金安的临门一脚 他说好吧 那我们就9月开始吧 他后来没有想到 他也接任了传修会的会长 那我会觉得说 对对对 他们然后现在又是晚禀君神父 晚禀君神父就更积极 他甚至常常会来 我们参加民工圣体 他会来 而且他是跪着祈祷的 就一直在陪伴主耶稣 他大概都会这样做 所以我会觉得说 真的感谢天主 我完全觉得这份工作 不是我个人 是这个团体的力量 也借着团体的力量 所以今天才可以 每个星期会有一次的 民工圣体的出来 那我当然我也有一个盼望 希望以后能够 在天主的保佑之下 能够越来越兴盛 有更多的教友 能够来参加这个民工圣体 甚至于不是教友 我都希望他们来参加民工圣体 来感受主耶稣 给我们的恩宠 我几乎可以从奉民节 他的谈话当中 很明显的看出 圣体对他的影响 那我也想请教一下 陈弟兄 就是我们在朝拜圣体的时候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 那份悸动 就是你全新的投入 那你也提到 就是这样的悸动 或这样的跟圣体 如此亲密的接触 会和你的研究工作有关 这个我会有一点好奇 我想在我们民工圣体的时候 或者在领圣体的时候 都会很亲密的跟耶稣 做有一些的交谈 那在民工圣体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有一个感觉 会心情会很平安 然后神智会很亲民 就是说你就很多事情 看事情的时候 你那个众生就会加深 我常常觉得人生活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都是还蛮短视的 还蛮尽力的 一般来讲 那对于很多很深远的东西 往往没有那么大的深入的 thinking process 所以在经过了民工圣体的 这样的一个沉淀以后 那很多的心思意念 会完全不一样 所以会有一种refreshment的感觉 重新有一个比较清新的 这样的一个头脑去想问题 也换句话说 对于很多的权威的思想 学术的思想 就不会那么这样的被束缚 所以实际上在民工圣体 我自己的感觉 是有心灵释放的很好的效果 其实任何一个好的科学家 要在科学上有发现 一定要不被传统的学说理论束缚 所以那个心灵的释放是很重要 那自由的感觉 那我一直很喜欢到民工圣体的地方 跟耶稣面对面的 他们常常说会听到耶稣的声音 我都不太会有 但是我有时候看圣经 我会体会说这一段圣言 也许耶稣今天要跟我讲的是这样 那是我更enjoy的 就是当我在民工圣体的过程当中 我跟耶稣面对面 那实际上对我来说是一个气息 是一个让我的沉淀 然后让我的心思意念 慢慢的从世俗离开 能够专注到我想专注的很多事情上 那天主就是这么奇妙了 有些时候也很难传神的表达说 他怎么样在我的生活当中带领我 可是每一次 如果有好几天没有参加平日明沙的时候 就觉得自己好像有点面目可正了 然后很多事情就很焦躁 我是一个很急躁的人 可是民工圣体以后 临圣体以后 就会让我学习耶稣的那一种很平静 然后很心灵的平安的那种感受 这种感受我也不太会演传就是了 那我们很清楚的看到 就是在您的研究工作上 借着朝拜圣体 耶稣更清新的 让你在研究工作上定进率去思考 而且更进一步的看到一些不同 纵身就不同了 那在家庭生活上呢 奉平姐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家庭里面 事实上我自从就是在2012年9月 我们有民工圣体 所以我们即使我先生谈国外开会的时候 那如果是欧洲的话 我会跟着他去 因为我们刚刚我们的孩子是在欧洲 所以我就记得我们那个时候 因为要推民工圣体 所以我有印象很深刻的是在法国 我们就到法国的耶稣圣经坛 因为他那一个教堂 是有一百多年的24小时民工圣体 我们就特别住在那个地方的脚 让我们可以仰望着他 然后去看他们 去参观他们的民工圣体 也把他的照片带回来 然后后来我们又去了荷兰的真女院 我们因为有习惯说到了国外任何地方 我们会去找教堂去参加弥撒 就很幸运的那个真女院里面又有民工圣体 那他们而且是在弥撒 弥撒后和弥撒前都有 那我也因为这个样子 我女儿第一次还带着我的孙女 第一次接触到了民工圣体 我没有想到我女儿后来参加了这个以后 她现在在比利时住在比利时 她也非常热心于民工圣体 她甚至于还在跟耶稣在做祈祷的时候 耶稣有跟她说 带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女孩子 因为她是那个基督教女孩子的leader 然后带她来参加民工圣体 我女儿那期祷的时候 我做异象的时候她也吓坏了 她说耶稣请我去带这个基督教的leader来参加 可是那个时候正是他们聚会的时间有困难 她说她就有点推三组式 可是后来还是接受了 接受了以后 她就邀请了那女孩子参加 可是那女孩子是一个结了婚 结果先生在这里几年 前几年过世了 所以带了一个孩子 是四岁的孩子 推着车过去 那我女儿是推着一个车 是带着两个孩子过去 所以他们两个女士 带着三个孩子过去 到了民工圣体的地方 但他没有跟那个基督教讲说 这叫民工圣体 他就说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去祈祷 就去了三个孩子 从头到尾都很安静 一个半小时 然后等到一个半小时结束以后 完全没有问题 他们然后把他推行 他们也就很自然的跟着爸妈回去了 然后那个女孩子还特别跟我女儿说 她说这个气氛好棒 她说她希望下次 如果有这个机会她还要来 所以都是天主的化工 他就是那么成就了这一切 我刚才也听到一个非常美好的消息 就是两位都要携手一起参加 2016在肃物的国际圣体大会 为什么会有这个动机 尤其您这么忙 对主要是被他的吸引 他每次跟我讲 2012年的圣体大会多有意思啊等等 那我当然很好奇 而且看到2012年的圣体大会回来 品评他就完全全新的投入 民工圣体的工作 那我就很好奇说 这样的一个全球的圣体大会 到底他的内容是什么 然后我当然更盼望去那里的时候 有受到更深刻的感动 去了解这个民工圣体 然后呢跟全世界的人 大家在一起去了解 不同的民族对于主耶稣基督的向往 还有这个崇敬的理由在哪里 我喜欢看这个cultural difference 所以这也是一个 所以我很盼望去参加 那我现在就要准备了 准备要休假的时间 就把它集中在一起 去参加这个2016年的圣体大会 不过我相信每一次跟主耶稣在一起的时候 都会有感动 刚才他提到这个民工圣体 在比利时的群形 他们在欧洲的民工圣体 他们晚上举行的时候 他们叫做night fever 晚上的fever night fever 那因为每一个人就内心都充满了热火 然后彼此跟耶稣之间有很大的互动 然后他们也会唱一些圣歌 所以整个气氛相当好 我也曾经参加过南松商堂白神父 他的这个民工圣体的 晚上的民工圣体 我感动到都可以都流眼泪 特别是他在我面前去养圣体的时候 我真的就感到就说 是耶稣亲自在拥抱我 那那个内心好高兴 就好像说一个浪子离家很久了 回到家的时候 那个父亲拥抱你 那个好的弟兄拥抱你的那个感觉 那个感觉就真的完全的 完全的交付给耶稣 就在耶稣的手上 就像一个婴儿一样 那种感受是很美好的 所以我一直觉得民工圣体 2016年我对圣体大会 还是真的有蛮大的期待 封平姐是要再一次的 参加国际圣体大会 所以你的期待是什么呢 我期待因为我们这次报名 除了我和我先生以外 我们还帮我的大女儿 还有两个小孙子也报名了 所以我们本来是参加职家一起 对但是也要请圣神特别保佑 因为我女儿可能在今年的暑假 会回到台湾来 那她也怕她工作上的关系 她不见得能够年寝六天 那我们最重要是希望 我们的孙子辈能够从小就感受到 那个民工圣体 主耶稣跟他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 我为了要带领他们 也进到这种感受 所以我本来是报名参加12天的 那后来就改为8天 但也因为我先生工作的关系 他没有办法参加这么久的 请这么久的假 所以我是有盼望 是希望我们这样子民工圣体 让这种跟主耶稣亲密的关系 能够传承到孩子和孙子辈 那孙子从小就会感受到 这是我的盼望 但是我们还是要诚心天主的旨意 那我也要特别的再提到说 其实我在民工圣体的这一段过程中 我记得我们在2012年 刚开始推动的时候 我先生就曾经问过我一句话 他说天主处处都在 无处都在 为什么一定要参加民工圣体 他这句话是问得很好 可是我当时无言以对 因为我们家是民间团体 我是第一个参加天主教 实际上我也不知道 可是我很巧 我那个时候就在那一两天 我就翻开了 《圣体刊中耶稣的新生》那本书 我不是一页一页看 我是随便一翻 翻的时候刚好 我新生讲的话就在那个里面 然后那个里面 耶稣刚好就跟他说 说是的 我是无所不在 处处都在 但是我有我的人性 他说我除了神性以外 我的人性是和你们一样的 我也需要你们的陪伴 还有你们的 那个你们的爱 他说他是需要的 我好高兴 赶快就拿给我先生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他们的谈话当中看到 有圣体和他们同在 这样一个家庭的爱 他们紧紧的在一起 我们期待2016在圣体大会上 这一家人会在我们镜头上再次出现 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 这个人只要吃 他是娅飞的 不是 没 非常非常的 flight 我们看大片 可以 我 他们 国际圣体大会 是教会每四年一度的国际的圣会 圣体大会是圣体敬礼的一部分 主要的是主办单位 邀请全世界的弟兄姐妹们 在爱德及合一的共荣内 一起来探讨圣体的奥基 以及对圣体的热爱 菲律宾离我们台湾很近 所以菲律宾的主教团们 结层邀请我们台湾的弟兄姐妹们 一起前往 大会的主题是 基督在我们内成了得光荣的希望 主教团任命我成为 圣体大会台湾代表团的团长 所以在这边结层的邀请大家 把握着难得的圣会 我们一起跟普世的弟兄姐妹们 在信德内 在爱德内 合一之内 我们一起来加深对圣体奥基的了解 也能够加深对圣体的热爱 我们一起来加深对圣体奥基 略于你的父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